要把羽绒规格公开透明 打上自由品牌 色彩缤纷的羽绒外套 柔软舒适的羽绒背 只要是羽绒制品 讲究轻柔又保暖 而这关系到 里头填充原料的品质好坏 是不是觉得有一只手开始变热了 对 对不对 是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对啊 然后但是觉得上面有一股热气 有一股热气 对 好神奇哦 这样子羽绒原料造成 做出来的一种背质 就在这里 全世界最顶级冰岛燕鸦绒背 因为稀有 全球产量只有2000公斤 所以珍贵 一床要价35万起跳 北极圈它那个地方没有树 所以说它族的潮是 从自己身上雕出来而绒做的 所以说它的稀有性非常高 能掌握全球冰岛燕鸦绒 五分之一产量 台湾这间本土茅厂 可说是在国际布局最广的羽毛霸主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招放到第五代 董事长陈彦诚 年仅35岁却已身经百战 进入公司13年 曾被父亲派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建厂 2014年获选优良商人 2015年10月接班后 首要任务 制定语容规格话语品牌花 我们如果说想要做我刚刚讲精品 我们想要做工匠品 我们想要让我们认同他想要好的东西的消费者 知道这样子商品存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走品牌的方向 我们今天在提供90%的绒 10%的毛片 这个品质之外 我们保证它的弹性是在多少 很有信心将羽绒规格公开透明 让消费者买到高品质产品 靠的就是过去百年打下的扎实根基 不仅成为亚洲高品质羽绒产量最大厂商 也替国际知名品牌Burberry Coach等代工生产羽绒衣 走一趟在桃园的工厂 就能窥见他们对品质的把关 鸭毛 鹅毛原料送到工厂后 第一步先清洗 这台洗脱烘一气呵成的清洗设备 全台只有两台 专门用来处理等级较高的羽毛 传统的它是水洗的动作跟脱水是分开的 这个动作会拉扯到羽绒它原料本身 所以会造成破坏 我们这个是从水洗到脱水都是完全一击的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可以确保它的品质 都是维持高品质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鹅毛已经是刚刚清洗完的鹅毛 其实已经非常干净 这样就可以直接制成羽绒制品了吗 目前这个还没有办法直接制成羽绒制品 这个还需要透过我们的分毛机做分级的动作 羽毛羽绒在分毛机里挽起大风吹 羽毛重跑不远 而轻盈的羽绒飘得远也最值钱 不只分类还得送进化验中心做最严格的筛减 10克的部分我们会做水质的化验 然后35克我们会做弹性 然后3到4克的部分我们就是会做 就是细像龙笔的部分 老经验的员工手拿镊子 快速挑出细小绒毛 全靠眼力精准检验羽绒比例 最后通过检测的羽毛就像片片雪花 质地轻柔 弹性好又保暖 目前国内不少五星级饭店的羽绒被都出资着 我们在台湾留下的技术 留下的制造能力 我觉得它最后最重要的是 回溯它的心态 其实在很多地方 台湾人做事情的方法 还蛮细腻的 就是说可能跟当时日记时代 有留下一些这样子的精神 工匠的精神 每家酒店它的structure它比较不一样 它的大小 它所存情绪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那在台湾我们留下这个部门 它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制造上面 或服务上面的游戏 经过百年考验 老字号羽绒厂仍屹立不摇 做出年营收超过五十亿 全球六分之一市占率的佳基 如今新一代接手 注入新思维 将成为前进下一个百年的新动力